中共的黑手来介入台湾的媒体 那蓝白呢 在立院一起来协力架空NCC 所以我们非常的遗憾 看到这样的媒体报导 那相关的政府机关 当然包括陆委会 包括我们的NCC 包括文化部 都必须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33条之一来进行相关的查处 如果台湾地区的人民法人团体 或其他机构 非经各该主管机关的许可 不得来进行与大陆地区党务 军事行政据政治性机关构 团体或涉及对台政治工作 来影响国家安全及利益 然后进行各个形式的合作行为 那新华社非常清楚 就是中共的相关的官方的媒体 也等于是相关的中共的政府机构 所以如果新华社 大辣辣的派人来盯烧台湾的媒体 公然的介入 已经是由中国来操刀 进行媒体政论节目的剧本的操作 那当然违反了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33之一条 那后续针对文化部 是核发媒体的工作相关的证照 相关的审查 它的入台工作的许可 文化部也应当来从严的进行调查 以及NCC所负责的权署 依据卫星广播电视法的第22条 跟第27条 NCC也必须进一步的来进行掌握调查 如果确实有节目 那有中国来作为制播的黑手 那当然该财阀就财阀 或者是要把这样的节目跟电视台 那列为未来在评鉴 在续教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指标 重要的一个要项 所以相关的主管机关 跨部会都应当对这件事情 自是体大来予以调查 予以因应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中国舆论战 是一条龙的方式 在台湾如火如荼 绵密的进行着 我来做个比喻 中共就是中央厨房 提供了食材配方 国民党就是综迫塞 来协力炒成中国要的一个舆论的内容 带风向由国民党这个综迫塞 来作为大厨 民众党呢 现在在当国民党的学徒 是他的二厨 也协助来加料 来加菜 那当然很遗憾 台湾的政论节目 如果有部分的鸣嘴 受到中国的威吓 有新华社这样子的媒体 在一路盯烧 那非常遗憾 我们的政论节目 恐怕就沦为外送员了 因为都配合中国中央厨房 将这些错假讯息 中国要的不利于台湾 甚至颠覆台湾政府的相关言论 就能够遂行 入导入户 入脑入心 这样的政治意图 融台买台打台 再到融媒体 再到现在干爹养 我们本来以为的是 只有网红拿赞助 拿经费到中国去报道 可是其实我们没有发现的是 竟然出现了有政论节目 有中国盯场 这个其实对于台湾的媒体来讲 已经开始就如同 刚刚思瑶所说的 入导入户入心 入到每一个人的思想当中 我们来看为什么现在 国民党跟民众党 要急着修NCC的法案 直接挑明了讲 就像扩权法案 他们为什么急 扩权法案他们通过之后 马上中共就下了一个台独意见 规范了哪些人 是属于分裂主义当中的台独分子 同样的这个在影响当中 我们都知道 轻鸟行动 让十万的青年站出来 我们也过去都说 我们是天然毒 但是天然毒 有没有办法把它洗成天然豆 天然头 当然有办法 就是透过媒体的操作 我还是相信台湾多数的媒体 大家也许立场不同 但是却是行使独立 自主在节目上来做制作内容 但是如果出现了像这种 有人在后面盯场的画面 我也相信在媒体当中 会有许多吹哨人 或者是看不下去的 身为台湾的媒体人 我们自己有独立报道的自由 所以说我也建议 这些发现你自己公司的摄影棚 出现了号称是新华社的记者 出现了超越你在政论节目当中 直接下指导棋的人 你应该要大声的说出来 因为未来如果真的让中共的黑手进来之后 那么你想要说就说不出来了 我在轻鸟行动的时候看到大家讲的 你今天不站出来 那么以后你就站不出来 大家线正 在这种设计